昨天是到期台湾日 台湾观光局局长谢卫军担任开球嘉宾 同时球场展出由台湾空运来洛杉矶的巨型花灯 另外还赠送球迷小灯笼宣传台湾灯会 让现场球迷一起体验台湾之美 洛杉矶到期对年度台湾日 今年别出心裁 从台湾空运大型艺术花灯滕娇起盛来洛杉矶 在到期球场展出一个月 大力宣传台湾灯会及观光行程 现场并发送小型的蛇年灯笼 让球迷感受台湾灯会的魅力 到期台湾日活动除了经文触及观光局的官员 到期队的营运长Michael Yang之外 还邀请到相当喜爱台湾的著名喜剧演员 劳博许奈德一同为年度台湾日剪彩 我们跟到期Stadium合作 推动台湾观光品牌已经是第五年了 那么我们今年是第一次 就是说把台湾灯会的灯 这个也都带到到期球场来 那么台湾灯会已经在台湾进行24年了 那么被这个Discovery Channel 评为世界最棒的节庆之一 那么来这里欣赏这个灯 事实上只是台湾灯会的万分之一 那么真正最棒的台湾灯会 还是要到台湾来看 那台湾目前不管是美食文化乐活生态方面 我们都有做很多的这个配套措施 那么希望美国的这个民众能够到台湾来观光 观光局长谢卫军今年应邀担任开球嘉宾 他换上背号十号的稻籍球衣 站上投手球 在球迷的热烈欢迎中为稻籍台湾之夜的比赛开球 现场还有慈祭一工表演击鼓及舞蹈 并邀请来自台湾的采风乐方演出现代国乐 而采风乐方以国乐演奏的美国国歌 更是获得全场热烈掌声及喝彩 今年的到齐台湾日 透过一系列的创意行销 结合运动赛事 节庆观光以及艺术表演 将台湾之美呈现在球迷的眼前 希望能吸引更多人前往台湾观光旅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